我去 这是一个持续攻 持续进战呢 我以为他是直接吞掉的 原来他是一个持续进战选手 哈喽大家好 我是喵女子 欢迎收看植物大战将是北的版本 这个时候我们要有一个选择了 那么这次有一个铁头 没有春干跳选手的话 我觉得我们把这几个都带上就足以了 土豆地雷目前还是不大需要 我觉得土豆地雷其实挺需要的 因为我们有这个坚果墙炸弹 所谓樱桃炸弹的话 他的CD又特别长 我们还是不需要了吧 其实我觉得向日葵可以是往前种的 因为这样子的话呢 后面呢留豌豆射手的话 可能他的防御性更好 一共就在两排种这个坚果墙就可以了 只要有一个被啃死的话 那基本的话就没有什么问题 做人呢一定不要慌张 哈哈哈 坚果墙实在是太慢了啊 不要着急 好的我们再种一个寒冰射手看 这个时候他一炸的话 完全不需要有任何的压力 到时候我们来种一个大嘴花吧 我想看一下他 我去 这是一个持续攻 持续进战呢 我以为他是直接吞掉的 原来他是一个持续进战选手 哦他是一个范围攻击 好厉害 他居然是一个范围攻击 好凶啊这个 我以为他是把这个僵尸吞掉的 原来并不是啊 他是一个好像是范围上下都能攻击的 那这样的话我们如果连排中的话 那他岂不是整个范围的话是一个double攻击吗 这是我们的战士啊 很肉的战士 很凶啊 上面再种一个土豆 坚果墙 哈哈哈 坚果炸弹墙 好的我们的这个应该是够了 我放这儿咬吧 看谁先咬过谁 啊好的好的好的 哎呀这个其实还是挺好玩的 我们这一次呢 获得了一个超快攻击的 嘟嘟嘟嘟嘟嘟 射两颗豌豆的双发射手 但是在比特版本下 双发射手又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那么我是牛女子 我们在下一期再见吧 各位拜拜 拜拜